時局急速變化 留下來的 避免助困一成 莊敬自強 離散的 接通國際港橋 創造財富 堅尼地政經 回到今日堅尼地政經 今天又和Larry 一起講一下軍事問題 一個星期一次 逢星期五 講一講整個局勢中 究竟軍情的情況 其實今個星期 最大的一個軍情 如果真的要有局勢的轉變 就要去到以色列的加沙戰爭上 剛剛我們見到 內塔利亞湖 正在準備解散內閣政府 解散戰時內閣之際 其實在加沙的戰事 亦都好像趨向穩定 亦都說明 即將這個最大的戰場開始結束 會將一個的兵力和重要的戰力 放在以色列的北部 看起來對付真主黨 我可否和Larry 先講一講 就是加沙戰爭 會不會已經暫時穩定過來呢 現在加沙戰爭 如果那邊比較穩定 因為黎巴雷 那邊的戰鬥力量幾好 包括有戰士來說 當然是數以十萬人 他們的武器儲備非常充足 以及他們打過很多戰爭 包括曾經參與過敘利亞的內戰 在裡面得到大量的戰鬥經驗 他們武器的使用上 所以他們和國家正規的軍事力量 我覺得都是一步之遙 但如果我們先不要講戰爭問題 先講加沙的情況 因為我們一直以來都知道 加沙這場戰爭導致到很大的問題 比如說中東政策 比如說我們看到在行運上 湖塞部隊的出現 所以我們可不可以說 如果他重視在黎巴雷真珠黨 我當加沙就已經做完了 那現在我們可不可以叫 邁向結束加沙戰爭 這個這樣的時代 現在一看應該就是尾聲 因為之前清照了大部分地面的力量 老實 我們看到他們的哈馬斯高層都走了 他們有生的力量都沒有多少 有些可能是巡地道等等 都走了 所以現在真正反抗的力量 應該就不多了 那這些零星一定有的 所以如果將加沙那裡盡早結束 其實對內塔尼亞湖的政治壓力 都會縮小 起碼他一定要完結了加沙戰爭 最大的誘因是美國 就是美國一直都不是太支持 他這樣打加沙化 就是初期都OK 但是後期那些畫面開始肉酸和難看 美國人真的不敢再支持得那麼高調 所以最近都停了所有的軍事 支助援助的情況 以色列好一點 就說早些拿了F-15戰機 會好一點 但是如果那些炮彈供應 接下來不夠 美國又不支援他 其實以色列都會有點麻煩 所以如果他盡早停了加沙 起碼和美國那邊溝通好 美國說好 那我又再提供一些武器給你 那麼他打 黎巴嫩也好 怎樣也好就會舒服些 不過有一點都要大家注意 就是美國有些暗示 就是今次如果他打黎巴嫩 就是我們說打珍珠黨 可能是沒有美國武器支援的 為什麼呢 是不是這場加沙戰爭 其實首先第一件事 我可不可以重新再問一問 為什麼加沙完了之後 又要去珍珠黨那裡 這場戰爭整個戰途 不是只有加沙的嗎 為什麼無緣無故要打多個地方呢 其實你說珍珠黨 原本都是支援加沙的 就是說如果加沙這邊 一天不停火 其實珍珠黨 都是會纏著以色列的北邊 你當作分散了一定的軍事力量 開戰初期是很有用的 那就是說去到後面 零星的戰鬥 和以色列都壓倒性的優勢 在加沙地帶 所以去到後期 沒有什麼意思的 不過你說完加沙之後 那是不是需要在黎巴嫩 就是我們說真主黨這邊 又展開一場戰爭呢 我個人覺得 對以色列自己就沒有影響 但是大家知道以色列現在的總理 是內塔尼亞湖 如果他的戰爭內閣已經崩潰了 上次他的國防部長 退出了這個戰爭內閣 其實對他很大的打擊 甚至乎這個 就是我們說這個國防部長 隨時就接下來 是頂替他的位置那個人 這樣的情況 如果他如果戰爭結束了 那怎麼辦呢 戰爭結束了之後 國家又回到一個比較安全的時間 大家又會把焦點放回內政 又會放回司法上之前的爭議 很快就會很多人民又會去反他 大家知道他的政治危機很快就會來 所以某程度上他跟爭主黨開戰 究竟是國家利益 還是他自己的政治前途利益 我覺得都是值得爭議的 如果我去到這裡的情況下 這種叫持續戰鬥的情況下 對於內塔尼亞湖的政治生命 是非常之重要的 但是對於國際社會又怎樣看呢 因為這一場戰爭一開始的時候 當然得到很多人同情這個猶太人 同情這個以色列 但是去到戰爭中期左右 我們已經看到哈馬斯的國際線 是打得非常之精彩的 你看到這幾年 尤其是這段時間 在美國的大學 歐洲大學 有大量的一些反戰示威 尤其是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 甚至乎有佔領校長室的行動 這個當然是有真誠地的情感 包括看到實在太殘忍的畫面 亦都在這個ICC 即是在國際的一個刑法的機構上面 都說內塔尼亞湖是有機會犯了戰爭罪行 對於你來說 這個戰爭罪行的說法 是否真的一個站得住腳呢 首先才問這個問題 再問一下 就是對於國際社會來說 其實這場仗是否應該早早結束 更好 否則加沙在輿論上就贏了下去 你去看它加沙的位置 其實應該早一點結束戰爭會好些 因為它那個位置 首先第一就是一個偏遠地區 其實沒有什麼軍事價值目標的地方 你說要去清除一個武裝組織 那個戰鬥的範圍 其實第一應該要盡量減少 尤其是一個人口這麼密集的地區 如果你說西方社會通常會怎麼做呢 會做一些斬首行動任務去做 但是對奈利亞湖來說 有一點是想做一些報復式的行為 就是說見到有些像 以色列色的911那種襲擊 如果純粹只是做了一個政治清除 會不會第一 被人感覺它是一個軟弱的領袖等等 我想你說會不會它想多了呢 其實這個意識形態上是想多了一點的 就是在意識形態上面好像是做多了功夫 但是真正在軍事目標上面它清除 你說當時它又進去了北部和中部 我初期認為其實已經足夠了 你已經將它們北部和中部 我們說加沙城它很多的基建 基礎建設的那些位置都破壞了 其實對方都元氣大傷的 你說要完全清除哈馬斯 在整個加沙的情況又未必這麼輕鬆 種下了更大的仇恨 還有最重要就是製造了大量的人道危機 包括對方呢 我們說大量的加沙人民 200幾萬人就沒有了很多它們的住的地方 食水、供電全部就是在戰爭上 大家看回地圖都剷平了 好像和俄羅斯那些打烏克蘭是沒有分別的 都是會將你們全部剷平的 這樣的情況之下 除了死傷會出現意外 之後的重建又有一個問題 但是重建又不見得 人道危機其實不是遠遠是大家看到這麼簡單的 之後它們怎樣生存呢 都是大家很關注這個問題 但是這個問題其實也是令大家想 內塔尼亞湖被ICC說 它可能犯上戰爭罪是不是玩大了 其實如果你在這個角度想 其實真的未必玩大了 你的情況不是只是搞到它今時今日 只是空襲裡面死幾多人的問題 而是之後這二百多萬人的生計 你沒有了乾淨的食水 沒有了電力 還要以往的食水就由以色列供應 現在大家知道以色列就一定不會供應的了 那誰去做呢 你說約旦、埃及、聯合國 美國之前也都在加沙建了碼頭 搭建了之後就運送一些人道物資上去 但是美國又可不可以長期的人民呢 所以這個位置我相信 如果在戰略角度 速戰速決是應該去做的事 但是尷尬就是 內塔尼亞湖又想藉著這個戰爭繼續維持權力 但是他又沒有把握戰爭結束之後 自己還可以維持權力巔峰 這樣的情況拖著拖著 結果就拖到今時今日 那些事情拖到不拖不水 還有整件事終於搞到國際譴責等等 其實是連以色列自己的國民 以色列其他的政客 以色列自己的國家利益 都被內塔尼亞湖一個人牽累了 如果到這裏的時候 當然大家都知道 其實我們之前做過很多報道 都關於無論左翼也好 或者右翼也好 對於袈裟戰爭 其實真是大家賭大小 左翼的說法就是 如果有很多人道危機 之後就會很煩 右翼的說法就是 如果你現在不清剿它 之後也會很煩 這是一個膽薄膽的行為 我們先放回袈裟戰爭 暫時如果我們當作戰爭開始已經進行尾聲 之後就是怎樣解決中間的 所謂的post-war的加沙問題的話 不如先看北部的黎巴嫩和真主黨的局勢 之前真主黨 我知道就是在加沙戰爭底下 作為一個支援的角色 當在下面打加沙的時候 上面北部騷擾一下你 這個時候 以色列對於北部的真主黨 過往其實都是採取一種 不可以說容忍的態度 但是呢 真主黨都在這麽多年 Larry 為什麽他在這麽久 都無端端又不搞他 現在又真的要集中在真主黨的問題上處理呢 我想其實以色列一直都對真主黨有些意見 你看到他以往 包括我們說 阿拉法特以前曾經進駐過黎巴嫩 他後就被趕走了被驅離的情況 所以以色列其實一直都對附近的國家 都不是那麽友善的了 包括赘利亞也好 黎巴嫩等等 他覺得他們都是窩藏著 以色列感覺的罪犯 都是這些地方到盤踞 都是那句 野火燒不盡 如果被他再生事的話 其實以色列覺得他這麽弱小 搞不定的 可以就一定斬草除根 所以黎巴嫩 其實一直都是以色列今時打擊的目標 2006年他們有一場戰爭打過 結果呢 其實都是不了了之的 最後大家都撤退回去自己本部 以色列的軍力就固然是比真主黨 或者整個黎巴嫩強 但是要打呢 其實真主黨又不是沒有還擊之力那裡 我們說真主黨最近發放了一條片段 就說他們利用無人機 去窺視以色列沿海的地區 例如他們第三大的海港城市 其實那個無人機的鏡頭 我告訴大家 無人機拍到的地方就是他炸到的地方 這個就威脅著以色列 我現在的無人機 可以找到你們現在全部沿岸的港口 即是說這些地方就會即將成為 開戰之後被轟炸的目標 那麼以色列就要想了 究竟他有沒有足夠的防系統 去做所有這些防禦的位置呢 答案是否定的 是絕對不可能防禦到這麼多地區 那就是說 現在的真主黨已經有它的實力 除了發射呢 我們說 例如說哈馬斯啊 聖戰組織那些呢 很低精準度的那些火箭之外 已經可以射到一些高精準度的導彈等等 那麼他們武器庫存很多 那麼再加上 年頭伊朗試過攻擊過以色列 那麼幸運就是以色列大部分都能夠攔截得到 但是 如果那場戰爭呢 最後開拓到每天都打那怎麼辦呢 那有一個呢 非正式的統計 就是講 尼巴嫩 還有其他地方 即是伊朗啦 那麼我們加上也門的胡塞武裝組織啊 等等的國家加上 每一天可以向呢 以色列發射大概 二千至三千支的火箭和導彈的組合 可能加上無人機啦 那麼攻擊以色列 每天啊 不是每個月啊 那麼一個月是幾萬飛的彈呢 其實以色列一定會乾堂的 那麼以色列最大的後盾其實是美國 但是美國最近呢 跟以色列關係真的非常差 是差到呢 不會再支援他呢 給武器他去打加沙 那麼不打加沙 好了 那麼打這個真主黨 是不是都不給武器呢 那麼不給武器的情況之下 以色列打一個月會怎樣呢 這個呢 就沒有人預計得到 那麼所以看下去呢 以色列的軍力就好像比真主黨好 但是講持久力呢 真主黨還有後面的勞勢支撐 就是我們講伊朗等等 那麼那些的軍火呢 都是比以色列差一點點 就是說 它可能沒有空中的力量 但是要破壞以色列城市的力量 就不小的 那麼甚至乎呢 他們有導彈可以打擊到 以色列真實的行政首都 特拉維夫 那麼將他們的國際機場 陷入一種火海呢 都未必是難事 那麼當然以色列有他們的防空攔截系統 但是都不敢說是萬無一失的 在這樣的情況呢 如果真是全開戰呢 以色列就算贏呢 都是慘勝的 如果我在這裡去問多一點點 如果我們將加沙和黎巴嫩真主黨去比呢 你覺得在軍事實力上 現在看到加沙 以色列就是可以輕鬆地去做一個軍事行為 而只不過是說 如何可以做得人道一點和不人道一點的分別 對於真主黨來說 其實真主黨和以色列軍的軍事力量的差距 是大一點還是小一點的 我們這樣比呢 如果以色列部隊和哈馬斯就是9比1 就是9比1的比例 如果以色列和真主黨呢 就應該大概是六四左右 六四左右 其實以色列一定是佔優的 包括它有空中的優勢 它有戰機 它也可以轟炸它 但是真主黨的還擊力量都很強 地上有很多不同的地對空的飛彈 地對地的戰等等很多出現 所以對以色列的報復力量會很大 還有突然性很強 真的很近 還有一個偉政恩可以說 就是 他也威脅要攻擊和以色列很友好的一個國家 我們說了塞浦路斯共和國 這件事 又令我們想 你看到真主黨還有餘力可以攻擊其他國家 代表他和以色列的爭鬥會有點下風 但是他又不是完全輸得完 到這裏再問一個問題 萬一我們真的進行這一場的真主黨的戰爭和以色列 戰爭目標對於以色列來說是什麼呢 袈裟就很清晰 我們希望撤退所有的哈馬斯 簡單來說差不多是整個袈裟的軍事目標 但是對於真主黨來說 這麼多年都放在這裏 你沒有理由由真主黨撤退 你隔離黎巴嫩整個國家都還在 沒有理由去干涉別國的這麼嚴重的內政 其實他和真主黨一直都有大大小小的衝突 不過是藉著一次半次的仇口做事 另外也防止中東有其他的政黨 其他的勢力去包庇哈馬斯這些團體 聖戰組織是一個 哈馬斯是一個 這兩個應該是對以色列最大的威脅 所以這種我們叫敲山振苦 我現在就先打擊了你 起碼給大家國際空間或者所謂的國際恐怖組織 你可以看到 以色列就不是軟弱的 你投靠誰我都會打到你想山頭角的 一定是會追蹤到底 這個是一個姿態來的 但是你說以色列是不是真的會打到真主黨 有些像加沙打到它 是整個滅亡呢 這個必定不會的 始終真主黨都在那裡盤踞了這麼多年 那個勢力就始終都在那裡 還有伊朗 還有敘利亞的支援 很多的武器 以色列島經常講的 就是從敘利亞的機場走私 過到去 黎巴嫩等等 所以它本身都有很大的武器 或者他們的實力儲存 所以要將它消滅 是不可能的 但是姿態上 打到你稍稍被人感覺到佔上風 就可能 所以就算真的打 我們相信都不會去到大打的局勢 都可能是小打 中打都未必會 小打 大家就表達了自己的意識形態 這樣就算了 說到塞浦老師 為什麼 如果黎巴嫩都無端端要攻擊塞浦老師 剛才你說過塞浦老師有些親衣色列的行為 但是 也沒有必要成為一個軍事的大型擴張 其實中間有什麼大的特別 或者有什麼爭議 令到有這樣的發生呢 其實你說塞浦老師這個地方 本身也複雜 首先一個島 要劃分為北面和南面 北面親土耳其 南部親希臘 塞浦老師共和國 他本身已經是歐盟的一個成員 不過他有趣的 他又不是北約的 他純粹是一個歐洲經濟聯繫的地方 他本身因為很近尼巴嫩 很近 也都近以色列 所以他只能夠兩個選擇一個 他當時選擇了以色列 而以色列和他的關係好得怎麼樣呢 以色列其實是有部隊在裡面訓練的 所以基本上如果你打塞浦老師共和國 其實就是等於打以色列軍隊 因為裡面一定有以色列受份軍隊的 所以基本上他就將以色列和塞浦老師 拉在一起 其實某程度上也都是警告塞浦老師 如果你想沒事 你將以色列那些人趕走 就是你要和以色列做一個切割 其實就是用行動去逼迫 塞浦老師向黎巴嫩那邊站近一點 你要他完全親近黎巴嫩是不可能的 但是你要他假裝中立 都還有少許機會 假裝中立很簡單 就是和以色列切割關係 那你就假裝中立 那這個可能就是黎巴嫩 或者我們說真主黨的後面那個想法 那你說是不是真的會打塞浦老師呢 那嚇的東西一定會出現 正如普京經常說要用核彈去炸 歐洲各國 那大家聽完就算了當然 那你說黎巴嫩有沒有實力去攻擊塞浦老師 那一定有的 那事實幾百公里的事 那導彈轉過頭就到了 那所以打擊了另遊 那你說如果打擊了塞浦老師呢 就不是只是以色列會生氣的 如果你打塞浦老師呢 英國是會出聲的 因為英國在塞浦老師是有利益的 那裡面有海軍和空軍基地 所以你打呢 就算你打不中英國的海軍和空軍基地 你都是徹底得罪了英國的 那一對英國呢 甚至乎你不覺意打中英國就大件事了 大家也是知道呢 北約是很兇的 那有一條呢 共同防禦條約在那裡 那所以呢 如果動到英國就等於動到北約 那這次就大件事了 那所以 你問黎巴嫩 敢不敢 就是我們說 真主黨呢 確切點說 真主黨敢不敢 就是胡亂攻擊呢 他對他的武器有沒有信心呢 那些武器是不是精準到說 打哪裏就打哪裏呢 他都擔心的嘛 那所以我們覺得呢 姿態就比較大 那也是想逼迫 塞浦老師和以色列 割清那個關係 也都 某程度上 是吸引到歐洲的注意 因為塞浦老師 始終他都是屬於歐盟成員之一 那你這樣講一講呢 大家那些政要 那些阿頭呢 都會不刻意看到這宗新聞的 那我估計 他都是這一兩個用意為主 那去講完這個中東問題上面 不如我們又去回軟東 那就是講到這個亞洲的問題 那因為接下來我們看到 中國就準備開這個三中全會 開三中全會之前 一定會有很多的人事任命的問題 包括哪一個是黨委 哪一個不是 剛剛就把這個李尚福 就是撤除了黨籍 亦都是首次公開的擇承 其實他是有貪腐問題 亦都承認了他離開了崗位接受調查 很相信已經是一個 他和魏鳳和都可以說是一個不光榮下台 整單火箭軍的事件 今天我們終於出了一個 叫做公開下台的一個領導人物出來 而且這個領導人物 都可以說是近年才 阿潘上去這個部長為止 Larry 我想問一問 究竟這個做法 這個人事任命 對於台海局勢 可不可以說有什麼影響 我們說李尚福和魏鳳和 人事上的調動 其實一早就判了一句死刑 不過我們說政治生涯 不是說生命上 政治生涯就宣佈了一句死刑 但是遲遲不判這些是國家特色 大家在香港都會看到這種做法 但是你說對火箭軍本身就很大影響 因為他們都是屬於火箭軍系列的人物 你沒有計算他什麼總装被捕 以前再早一點的歷史 所以火箭軍現在有個問題 第一 他是屬於攻擊台灣 一個很先頭的部隊 甚至乎是習近平 因為他親自陰點火箭軍出來的 以前是第二砲兵 叫做稍稍是比較隱藏的角色 但是現在中國 鋒芒盡路了 告訴你我的火箭很厲害 所以他的火箭軍應該是 第一步去打擊台灣 洗地 用導彈洗地的第一支部隊 所以火箭軍其實應該是先鋒部隊來的 但是這個先鋒部隊出了事 我們說那些頭全部都貪污 全部都有軍紀問題 撅了一大截將軍之後 就找個海軍的人走上去坐坐 空降做頭 大家清楚了 即場上空降的頭 它是真的會令到整個department 真是會言一聲 不過大家都不知道做什麼好 那個頭又不知道做什麼 下面的人又不敢亂做 那就是火箭軍接下來就很亂 火箭軍裡面相對亂的時間 如果在2026、2027 真的要打台海的時候 那怎麼辦呢 看下去的部署 是會有一點點令人擔心的情況 擔心的情況 不如去問一個問題 會不會令到我們這個武統台灣 這個軍勢會延遲錯 現在我們要先解決自己 再解決台灣 按道理 你退遲幾年都很合理 是嗎 我想如果貫徹主席的意志 所有計劃都應該不可以延遲 主席有大計 所以相信 就算人選上 他自己也有些想法 所以我估計可能 他早已有些錦囊 所以到時有什麼事就打開來看 到時用哪隻導彈打哪裏 我這樣想 因為政治領袖的計劃就不被人改 尤其是如果他看到下面的靈有些事情 他會覺得靈是一件事 但是他的鴻圖大計一定不能動 所以我們估計 如果說2027、2028 有些大動作要動 他要動 我估計計劃也不會變得很多 不過實行起來 就比Plan B和Plan C更多 再跟我們分析一次 今個星期的軍情情況 繼續 我們有什麼事的話 下個星期五回來 繼續跟Larry一起軍武器言 謝謝Larry 好 拜拜 香港人還可以在哪裏看到新聞呢? 眼見記者的流失、編制的減少 資深記者的離職 令到新聞資訊開始少了 即使留得低的資深記者 分析完單新聞 播出街的時候 又怕又怕 所以在這裏 我願意請大家支持我們 堅尼地球的製作團隊 簡單透過一個like和subscribe 就可以知道最新的動向和資訊 如果大家行有餘力的朋友 也可以加入我們youtube頻道 去收聽我們的深度分析和專訪 謝謝大家